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关于聚能环秋值的问题 上次把这个视频拍完之后,有很多网友已经复制了样机 但是他告诉我说,复制的样机与从老马那里买到的样机总是差10分或者20分 为什么总是做不到和它一样的效果 我再次强调跟秋值有关 可是很多网友就是不服,说秋值怎么提高 我让完之后秋值差很远的 所以这次呢,正好借这个网友说,我再要一个聚能环,要秋值高的 那我就给大家测一下,这个秋值到底有多高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显示秋值的,秋值 然后看看擀量是多少 我说过,秋值不能太低,太低了不行 看一下,擀量多少 擀量48.83毫行 Q值,看清楚一点 298,相当高的Q值 那么我们测一下,输入绕组 这不是输入绕组 看一下,输入绕组呢,是12.26毫行 它的Q值呢,是307,相当高的Q值 好了,那么今天为什么要测的东西呢,因为有很多网友已经拿到了样机 他们复制之后呢,发现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我们复制的样机 与你啊,给我们的样机总是差个10分20分 说按照你的样机达100分的话 可我们复制的样机总差的一点点 到底在哪里不对 有一位网友呢,更有意思 啊,天鹅老师,以后我不能叫你天鹅老师了 我说你打算叫我什么 我叫你天鹅法师 为什么我复制的机器哈,就是不对呢 要知道我可是哈,经常做这个哈,各种生压版 什么DC生压,什么生压的都会做 可是到你这里为什么失灵了呢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说 Q值呢,在常规电路当中基本上不占什么比例 但是在协认电路当中,它非常占比例 有的人说了啊,你搞一个线圈梁子不对 啊,杆量不够 这个呢,是一个非经磁环 我在上面绕了一圈,这个杆量是非常大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杆量这么大 是不是Q值应该相当高啊 你看看啊,它的Q值是多少 看看杆量啊 134毫升,可是它的杆量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啊,看清楚呢 看一下 是不是有个点,4.39啊 是不是 这样呢,看清楚吧 是吧,4.39 有,怎么这么低呢 这杆量够高的吧 这是非经啊 有的人说,不对啊,这什么情况呢 是不是因为啊,它杆量太高了呢 今天呢,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个电磁炉线圈 这电磁炉线圈呢,大家都见过 有人说它的Q值肯定高 因为它可真是协认的啊 你要说它Q值低的话,我就不信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得看一下它的Q值 看一下啊,它的杆量是多少 它的杆量并不高 94微横 但它的Q值呢,看一下啊 4.31更低 那么有人说啊,这个Q值到底怎么提高呢 接下来啊,我告诉大家是 Q值提高呢,其实有很多方法 但是由于我们常规电路 对Q值要求并不高 而且Q值呢,在低费低费生涯当中 它所摘的比例数 高与低,仅占千分之一 所以说,在普通的生涯电路当中 该买就不起作用 但是在行政电路非常起作用 那么接下来呢,这是一种电磁炉纸条 我让你看一下 在那个Q值现在没有变,对不对 感性量,那么增加的时候 比方说我增加的一个 看见没有,感性量增加 Q值也在增加 如果这时候再增加一个的时候 你看看它是否增加了 看见没有,Q值还在增加 那么这时候我再增加一个 看见没有,全数并没有改变 但是感性量增加了 它的Q值又继续提高 然后我再放上一个去 看一下,这差多少 所以你现在知道看 Q值已经升到了29 但这个东西呢 可能对一般的人说 觉得好像以前没玩过 因为他们常规的电路 多数是不显然的 那么接下来呢 有的网友就跟我说了一个问题 是不是如果有两个线圈 其中一个线圈短路的话 它的Q值就会变小呢 但是这个问题呢 我跟一个网友讨论过 他说呢 如果你找有两个线圈的东西 这个变压器就是两个线圈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是说 侧其中一端 它的感量定用的时候 如果你把另一端短路 它的Q值一定是降低的 那么今天呢 这个视频当中呢 我就来告诉你 它是降低的 还是升高的 那么首先 我们把这个线圈已经测量好了 对不对 接上去 这个时候呢 它会显示它的感量 好 看一下感量多少 感量114 好横 好 看一下啊 能看清吧 3.43 这是Q值 3.43的Q值 那么接下来 这个网友说了 说如果你把另一端 把另一端 在这边等 把另一端短路的话 这个Q值呢 就会更低 这个网友说这么说 因为你把另一端短路了 都损耗了 所以Q值呢 就是代表一个电感的损耗量 好 接下来呢 请你仔细看清楚 这是另一个线圈 对不对 另一个线圈 然后把它短路了 看一下它的感量 降低了 它的Q值却升高了 7.09了 怎么回事呢 7.09 好好看清楚了 你看我撒开 它的感应量确实是增加的 但我短路之后 感量是减小的 但是Q值呢 却是上升的 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牛逸说了 不对 你倒过来测 测那头 好 行 我测那头 我知道 要是不测量清楚的话 你一定不符 接下来呢 我再测这段 这段呢 是输出端 这是线圈多能端 二边是浮人端 那么测量 它的感量是非常大的 看一下 它感量相当大 但是Q值不会变的 2.96亨 这是相当大的 感应有这边 输出220呢 所以非常的大 那么接下来呢 我又再说了 这段短路之后 它的Q值 是不是按照你说的 就会消失 或者更小呢 那么你看着 我将短路之后 看看 Q值 看到没有 又上升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说呢 这位网友 你的实验是否有错误呢 我当然不说了 那么在这里呢 总之以后 今天呢 这位网友 因为他只要一个 聚能环就可以了 Q值为他给你看了 所以说呢 在做这个 协证聚能环 你别气的时候 一定记住一点 如果你的Q值 提不上来 你的效果 永远抵不过一样击 为什么有的人说 我单独申请全部套件 为什么不给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他表现出的现象 教科书里并没有明确的表明 这样的话 我如果就给你套件 如果你做出来 效果不好的时候 那只竟说 我才骗你 你拍的视频 一定是造假 但是样机在你手里的时候 样机本身 能出现这个效果 那么你做 做出来东西 如果达不到的话 那就可以证实 我没有造假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网友拿到这个东西 对好之后 我希望哈那些 已经做成样机 你们能不能出来 发个视频 帮我证实一下 不要他们一说你是图儿 你就退了 所以出来发个视频 证实一下 不要只有我的黑粉 出来发 这玩意是假的 全是骗人的 这样倒是能出来 你们出来几个 证实一下 是吧 这么多网友来了 是不是 你复制成功的也有 特别是有一个网友 特别厉害 就是我们的赵老师 他复制出来的样机 比马先生做的还要好 但是他不出来证实 他也不做着卖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今天视频呢 也就到这了 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丘值 怎么提高 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需要大家继续去努力研究 我用这个电磁炉的线圈 已经给大家演示了 在圈数不变的同时 增加它感量 它的丘值会增加 因为我刚才的变压器 也证实了 当你这个线圈上 有两个线圈的时候 你测量一个线圈的感量值是 它的感量可以降低 但是丘值了 一旦另一段短路 反而上升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在某一种设备里 有一种叫铜短路环 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但很多人说了 我知道那是 寄电器里不就有吗 那个短路环 所谓的防止交流成范 有一个落后刺脚 咔哒吸上去之后 就不会动了 但是那是另一个作用 还有一种作用 就是提高丘值 当然我们要谢谢 是不是在你们家 找路环呢 这个不清楚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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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转发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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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